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顺欢喜功德已经解释过了 功德有相功德 无相功德 来自《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德 功德的分别都已经讲过了 我们现在继续相闻解义 所有进法界 虚空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差 即未成数诸如来 从初发心为一切志 尽虚空 辩法界 十方三世 一切佛差 即未成数诸如来 那个是什么意思 我们把它结合来讲 就是空间 无量的空间 无量的时间 佛差是什么 佛差就是一尊佛硬化出生的国土的范围 三千大千世界 来自三千大千世界 每一个佛徒的一个佛差 这个就是空间 十方三世 十方就是空间 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那个意思就是佛经里面很喜欢用法界 虚空 三世等等 来描写无量的空间 无边的世界 都是这样来表达出来的 从初发心为一切志 所有的众生在凡夫的境界的时候 他发心 要发心 要修行 从初发心为一切志是什么样呢 一切志 佛有三志 这个是一切志 道种志 一切种志 有三种志 一切志是什么样呢 就是了知这会圣者开始的时候 初发心 来自一点一点的进步 一点一点的修行 那么他从这个因地的修行 他希望得到了一切志 什么是一切志呢 就是了知一切诸法 总相之志 一切诸法的总相 他都知道了 一切诸法的总相是什么 是诸法空相 总相就是空相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呢 这个意思就是所有的生文圆九菩萨们 他们成就了一切志 成为阿罗汉 成为毕吉佛 那个就是 他们这一类的圣者 他要修空观 观一些法空 他修的空观成功了 空观所成 所成就的一切志 那他已经破了我直 我已经没有了 no ego the existence of ego is all eliminated 这个就是诸法的空相 他已经破了我直 你破了我直的时候 你的奸施祸就没有了 你就不轮回生死 那么当然你破我直有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生文也要等等的 修十二因缘的流转门 环灭门 还有开悟的程度上的分别 一切志的仪式就是怎么样了 已经破了我直 超脱了六道轮回 那个就是生文原者的皮疾佛 来自欧拉罕国的境界 也是上座部的境界 也有人说是小乘的境界 那个就是上座部 道种之什么呢 道种之就是了知一些诸法的别相 种种别相 种种世间法 他都了解了 他就怎么样了 他得到了空观 从空入假 他那个假观 空观他已经成功了 假观也成功 空假都成功了 那个就是假观 假的 假观所成的字 就破了我 我直当然破了 大部分的法 法制也破了 那个时候菩萨就度广度一切众生 不但是要度自己 这个ego 我没有了 我没有了 还要去度一切众生 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广度一切众生 所以菩萨们 他们不但是修空 也从空入假 也修假观 假观是什么样呢 了别一切众生的所求 了别一切众生都要用什么方法去度一切众生 那个就是菩萨的境界 高一档的境界了 那么如果是这样一切修下去 就达到了一切种制 通达种相 别相这次 就是空观成功了 就是我直已经破了 也观那些法空 也没有法直 我空 法也空 没有执着那些法 那个时候超越了我跟法空 到了中道的第一 第一地 那个时候超越空假 那个就是中观所成的字 那个就是天台中所讲的一心三观 空观 假观 中观 超越了一些空跟假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的字 所以一切自 那么这里讲的就是从初发心修一切自 初发心就是度修我空观 没有我直 度了自己 自己已经得度了 已经不需要扭转六道轮回生死 一切自 从初发心一切自 勤修福聚 不惜生命 经不可说 不可说佛叉 即未尘数解一一解中 舍不可说 不可说佛叉 即未尘数头目守足 如是一切苦行 难行苦行都做 那个意思就是这位菩萨他发心修行 得到了一切自 成就了我空 已经破了我直 他不断地修行 这修行不是容易的事 是苦行 难行 但也要行 他不惜牺牲自己 头目守足 因为他要度一切众生 度一切众生 已经忘我了 没有这个我 从法制 用一切的佛 用佛法度一切众生 修行种种波罗密的法门 那个时候菩萨们从初发心一点一点的修行 种种波罗密法门 波罗密是什么 波罗密是梵文 梵文 它的意思是Paramitta 波罗密是Paramitta 佛经里面常常讲六度波罗密 Zad Paramitta 六种波罗密 种种波罗密 波罗密的Para 是什么意思 Para 就是彼岸 The other shore 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彼岸 这个是此岸 在这个岸 这个岸是一个流转生时苦恼的 烦恼的彼岸 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 那个炎 佛体 众生 我们做的 梭博世界都是苦的此岸 那么到了彼岸 Para 就是到了彼岸 Bey岸 是The shore of enlightenment Para 就是彼岸 Mitta 是什么 Mitta 到达了这个地方 成就了这个地方 如果他修行的时候 他从烦恼的此岸 度过中流到圆满的波罗密 Para 彼岸 他从此岸到彼岸 你要经过修行的 经过苦行 难行 苦行 生生世世的修行 也不惜牺牲生命 头目手足这样修行 那么六波罗密 大家知不知六波罗密 Zad Paramitta Zad 的意思就是六种 这个是梵文 S-A-D Para P-A-R-A Mitta M-I-T-A 用Romanization 就是这样讲的 Zad Paramitta 六波罗密是几种波罗密 就是用六种方法 菩萨们用六种方法 在烦恼的时岸 轮回的时岸 到达了Para-Mitta 到了觉悟的彼岸 六种方法非常重要 六种方法非常重要 布施 持戒 忍如精进 禅定 般若 六波罗密 《心经》里面讲波罗密 波罗密 多 心经 波罗 波罗密 多 波罗密 多 是六波罗密的其中一种 就是有领导的作用 Zad Paramitta 我们可以讲一讲 如果大家忘了什么是六波罗密 非常重要 没有六波罗密很难到彼岸去的 第一是什么 布施 布施 为什么我们要布施 布施就是调我们 对治我们的坚贪 贪取 你贪 你要 You always want to receive 现在你要布施 You always want to give generous generosity 布施就是dana 如果是犯语是dana 就是布施 布施是对治坚贪 布施 其戒呢 其戒是对治违犯 行恶的事情 你把恶的事情 治恶 行善 那个就是戒律 就是戒律 不施 持戒 持戒是什么意思 泛文是sila sila 不清净 善昧 不现前 如果是你不持戒 哪来定律 哪有智慧呢 必须要持戒 所以六波罗蜜第二就是要持戒 sila 就是戒律 sila 也可以说是vinaya vinaya 是怎么律 要戒律才行 六度波罗蜜 如果是我们打一个批语 批语怎么样 我们要打着这个传 这个传里面有六波你要学的 你要布施 你要齐戒 你要懂得齐戒才行 所以戒律是非常重要 如果是你们还没有受戒律 那个皈依 就要皈依 受戒 齐戒 学戒 非常重要 不施齐戒 sila and vinaya 忍如是对峙什么 对峙我们的称灰 eliminate your anger 颜色 发露 情绪 情绪化 对峙我们的称灰 那个就是忍如 忍如是梵文 忍如是很重要的 我不会把六度波罗蜜很详细的讲 但是大概带一带 让大家了解了解什么是忍如 精进呢 精进是Viria Viria是什么 Viria就是你勇猛精进 不到达目的不停 你就是做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精进 你要很努力的 精进是对峙什么 对峙我们的懈怠 懒惰 人是喜欢懈怠懒的 睡眠不愿意做 很容易就说自己累了 不愿意做什么什么 就是懒惰 懈怠 精进是非常重要 没有不精进可以成佛的 没有不精进成菩萨的 也没有不精进可以成奥罗汉的 一定要精进 努力而成 切而不舍 精进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讲是六波罗蜜里面的精进 不失其皆忍如精进 缠定呢 缠定是dhyana 缠定是有一个 你一定有定力 是对峙什么 对峙我们散漫的散心 散心 这个散漫的心怎么样 我们这个心没有定力 产生无量的烦恼 比如说有人讲一句话 你不喜欢听 你就产生了情绪 你就angry 你才感到不高兴 因为你没有定力 所以禅波罗蜜亚 dhyana里面包括了两种 一种是指 一种是观 指哪伏几 你出门 你要压伏你的烦恼 你一定要修定 没有定 不可能成功 不可能启发了你的智慧 所以定力是非常重要 指 在梵文里面 指就是zamatha 是指 尘里面不但是有指 还有观的 还有一点观的 指观是非常重要的 观是什么 观就是vipassana vipassana 是什么 你开始的时候要把你的烦恼 调伏下来 压伏下来 完了以后还要把烦恼打散 把它消灭烦恼 消灭烦恼用智慧才行 你用智慧 因为只是压伏而已 只是压伏 戒律是作斋 定力是绑斋 观就是灭斋 把它灭掉 所以最后还是般若 般若密的意思 这个观成功了 成为般若 般若是什么 就是无量的智慧 无上的智慧 所以《心经》里面讲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顾 到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般若波罗蜜多是什么 就是最后的六般若密的智慧 智慧领导 布施齐皆忍如晋晋禅禅 都要有智慧才行 智慧里面就包括了文字的般若 观照般若 相似般若 究竟般若 当然我们开始学的时候 从文字般若着手 就是我们开始学的时候 我们要看佛经 听人讲都是文字 你得到了文字的般若 了解它的conception 知道它那个概念 知道你们三藏十二部里面讲的佛法 你就开始要观照 观照是什么 Not only do you have to know the theory you have to practice it 你就要实践出来 这样就是观照般若等等 所以现在种种波罗蜜门 这句话里面就过我们去学习了 六波罗蜜 六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我们从解身密经里面 我们也知道 从六波罗蜜里面 有分出来四种波罗蜜 大家也必须要知道的 其实应该有十波罗蜜 十波罗蜜是怎么样呢 从戒不思 齐戒忍辱里面 就分出来一个怎么讲呢 就分出来一个方便波罗蜜 《解释密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就分出一个方便波罗蜜 就是我们要度众生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知道怎么去方便度众生 怎么去方便布施 方便齐戒 方便忍辱 就用智慧去方便 不是墨守成规的 要懂得用什么skillful means 用方便的法门 佛门你们很喜欢用这个方便法门 《妙法莲花经》里面有方便品 所以很重要 你要度众生 你有方便的法门 你学习也有方便的法门 什么是方便的法门 我举一个 我打一个比喻 如果是我们在山上 我们修行 我们五六个人修行 我们修行是吃午的 过了午不吃饭 但是有一天煮饭的火头生 他就很大意 过了时间了 他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不方便 你就骂起来了 你令我破戒 这样不行 你这样骂 骂完再打 这个是不是方便波罗咪 这是愤怒波罗咪 不是方便波罗咪 如果是他忘了一天没有耻悟 耻悟也不是一个重的戒律 何必为了耻悟 大家打 大家斗 大家骂呢 所以你必须要懂得方便才行 戒律也有方便的 不是没守成规的 你这样犯戒 你打人 打人 这个戒律还重呢 这个就是方便波罗咪了 如果我们到寺庙里面挂丹 比如说 这个寺庙也是持五大 它种种戒律 吃得非常好的 但是他们主东西喜欢下一点酒 你这一天到了 为什么你们下酒啊 我不吃 你表示你自己抬高 抬高你自己 这个是不是方便波罗咪啊 不是 人家下一点酒进去 一炒 酒就蒸发掉了 你没有喝酒 这是下一点酒调味 为什么你执着了这个酒 就说人家不对 还大骂起来了 这个不是方便法门 你守的是死的戒律 不是活的戒律 但这话要说回来 你不要用方便法门 多指吼 什么戒都不守 这个不行 方便是用智慧去方便 用其戒去方便 忍辱去方便 是这样的 所以你要知道方便波罗咪 一定有的 从精进波罗咪里面 也生出来一个怨波罗咪 怨波罗咪 什么精进 什么是怨波罗咪呢 怨波罗咪就是你要精进努力 你要精进努力里面 你又产生什么 你为什么要精进 为什么要努力 我要度众生 我要成就无畅菩提 所以你又发一个怨 怨波罗咪就是 他常常想 我怎么做 我发愿去度众生 我努力的就是发愿去度众生 怨波罗咪 从禅波罗咪也生出来一个利波罗咪 利波罗咪怎么样 就是你要禅定 禅定你要加一力量进去 就是加一点力量 最后还是自波罗咪 从波尔波罗咪里面生出来一个自波罗咪 自波罗咪什么意思 波尔波罗咪大概是讲什么 初世间法 自波罗咪就是你也学一点世间法才可以度众生 度众生在世间里面生活 你完全度众生的时候 你离开了一切是一间法 你讲的是众生不懂的 波罗的无上的高档的妙法 他们都不懂的 你必须用个方便的法门 你也懂的是一间法 如果是众生他喜欢音乐的 你就大概知道一点音乐 那么他知道你也懂的音乐 我也懂的音乐 大家配合投气 这样投气 你要看众生的兴趣 看众生的愿意 看众生的行为 用你自己的智慧去广度一切众生 这个就是自波罗咪啦 所以这个波罗咪 这个法门记很重要的 正如种种菩萨之地 有十地的菩萨 菩萨有十地 你知道从初发心 我们是初发心菩萨 我们就有世鸿世愿 皈依 众生无边世愿度 烦恼无尽世愿断 法门无量世愿学 佛道无上世愿成 你就初发心菩萨 一点点点的修 波罗咪 到了时信 时住 时行 时回向 一点一点的进步 你就到了初地的菩萨了 初地的菩萨已经没有奸尸祸 没有尘沙祸 但是还有无名祸 无名祸里面 你到了登地的 从初地 初地 离沟地 光明地 燃慧地 南升地 现前地 远行地 不动地 三慧地 法云地 十地 一地一地的 断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一点一点的 在菩萨的置地里面不断的进步 是这个意思 成就诸佛 无上菩提 其波涅盆 那么这样一点一点的修行 断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身 到了等觉的菩萨 一生补处菩萨 一生补处菩萨就是已经断无名 断了差不多最后的一品 入了妙觉菩萨 妙觉菩萨上等佛一样 成就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是什么意思 无上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 无上是 阿鲁多拉正等 三亚正觉 三菩提 阿鲁多拉 三亚 三菩提 就是阿罗多拉 三亚 三菩提 那个是无上正等正觉 《心经》里面讲 三世诸佛 一般若 波罗 三亚 三菩提 就是得到了无上正等正觉 觉悟成佛了 当然这个觉字我以前已经解释过了 现在也不重新的再解释 觉里面当然有本觉 有始觉 还有旧经觉等等 這樣觉悟到了无上正等正觉 之后就到了涅盆 波罗 neural Timothy canon is a请 波罗 波罗 涅盆就是 Para Nirvana 这个是涅盆 涅盆的意思 ardenti讲的涅盆大概是究竟涅盆 涅盆 是什么意思 Nirvana 涅盆大概有三种根据 天台中有大概三种涅槃 涅槃也可以说是灭度 翻译它的意思 灭是灭除一切烦恼 没有一切烦恼了 所有的烦恼已经断尽 灭了 度 度脱生死 不再生死轮回 不但是度脱自己 究竟脱离的生死苦寒 还不断的广度一些众生 这个才是涅槃 这个才是灭度 如果我们用天台中的体相用来讲 涅槃有三种涅槃 性 净 涅槃 它的本性是清净的意思 诸法实际上既性清净 不生不灭 就是我们的本觉是既性清净的 我们本来就有涅槃 本来就有一个既性清净 所以这个是从体 性体方面来讲 性净 我的性体是清净的涅槃 这个就是本觉 第二次元净涅槃是修行圆满 灭除一些烦恼 清净无然 那个就是怎么样 你有了喜觉 你就开始修行 达到了旧净觉 元净涅槃 元净涅槃是修行 从修行里面圆满了 灭除一些烦恼 维诗里面讲 转霸识成正志 转你的污染的识成为正志 转那个意识 第六意识为妙观察字 转你的第七摩罗识成平等圣志 转你的第八摩罗识成大圆净字 再转你的前五识成为诚实作志 转霸识成正志 那个时候就圆正涅槃了 这个意思 方便净涅槃呢 最后一个第三方便净涅槃呢 就是佛陀已经证入了涅槃了 为了救度众生 随顺众生的根性 示现一些应声 说一些法 但是寂静常住在不生不灭之中 涅槃不过是一种方便的生死假象 就是希采摩尼佛还没有去世以前 还有这个身体 当他在那个世间的因缘 已经没有这个因缘存在了 那个时候就自身火把那个身体烧掉 就成为无余涅槃了 不在这个世界了 不再实现在这个世界 已经实现过了 实现过这个假象 这个假象的涅槃 现在已经无余涅槃了 已经清净了 已经入了灭度了 应该度的众生已经度过 也可能将来当年 也可能再来度众生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性净涅槃 原净涅槃 方便净涅槃 性净涅槃这是从体相方面讲的 原净涅槃就是相方面讲的 方便涅槃是用这方面讲的 他还不禁入涅槃 用种种方法广度一些众生 才进入涅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成就无上菩提搬涅槃 分布舍利 舍利是什么意思呢 舍利就是佛当他在这个世界的因缘已经成熟 已经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有自生的火把身体烧掉 把身体烧掉以后 遗留下来很多remains 就是舍利 舍利有一种是粉状的 也有好像钻石的 也有好像珍珠的 还有玉的种种的 就是在我们那个世界的骨灰 画了很多种种的七彩的 很光亮的种种的舍利 后来相传佛的骨灰舍利就分布出去 分到八个皇帝都有 印度的八个古皇帝都分到佛的舍利 后来也说佛的舍利分到皇帝里面 他自己本身有生一点出来的 也分到其他的地方去 也有这个传说 分布舍利 所有善根 我皆随喜 我们还有一段随喜功德 把它讲完 其彼十方 一切世界六趣 四生 一切种力 所有功德 来自一尘 我皆随喜 十方善事 一切生文 毕之佛 有学无学 所有功德 我皆随喜 有学无学 有学就是出国 俄国 三国 还要学 出国 苏特帕娜 许多环 俄国 萨克里德嘎门 四国 阿罗汉 四国 阿罗汉 四国就不用学了 所以无学 一二三国都要学 就这样 一切我皆随喜 一切菩萨所修无量 难行 苦行 既求无上 正等菩提 广大功德 我皆随喜 不但是随喜 佛 佛的一生 我们怎么随喜 我们赞叹佛的一生 我们要研究佛法 了解佛法 这个就是随喜 我们向众生弘扬佛法 就是随喜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我们怎么随喜呢 就是侯阳佛法就是 研究佛法 传佛法 学佛法 赞叹佛法 那个就是随喜佛的功德 赞叹菩萨 菩萨所有的 有出地乃至实地种种的行门里面的 伟大的思想 伟大的行仪 我们都赞叹 都学习 这个就是随喜菩萨的功德 当你随喜佛菩萨的功德 来自圣文 披之佛 圣人门的功德 那个时候为什么功德那么大 为什么要随喜 当你随喜圣人的功德 尤其是圣人的功德的时候 就是什么样 你就是弘扬佛法了 因为所有的众生听到你讲 听到你随喜 听到你身口意 随喜佛 随喜菩萨 随喜圣文言诀的功德的时候 他们耳朵的听见了 眼睛也看到你随喜的时候 可能你随喜佛经 你印刷佛经 眼睛也随喜 耳朵也随喜 他就怎么样了 见贤士奇 他见到贤能 他就希望去学习了 我们在佛门里面有一句话 见奢明心闻生开悟 见奢明心是什么意思 他看到佛经 看到人在开悟 看到一切庄严的外境 庄严的佛事 佛经等等 他见到那个像产生这个用 他就修学佛法 他修学佛法 离苦得乐 永远地超脱了六道轮回生死 也帮助一切众生 超脱六道轮回生死 见奢明心 闻生习惯 他听到你赞叹 听到你随喜 他这个心就开心 你这是弘扬佛法 他开心 他学佛法 他也去皈依 本来他不皈依的 本来他不受戒的 因为你随喜赞叹戒律 你随喜赞叹六波罗蜜 他听到你六波罗蜜的功德 六波罗蜜的因果的关系 他对产生一种见贤士奇的感觉 他就学习 所以随喜功德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还有修文子解译下去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我只随喜 无有穷尽 念念相须 无有间断 三语一叶 无有疲艳 最后这一段 大家记不记得过 以前我已经讲过了 十大冤枉 每一个冤枉最后也有这一段 为什么有这一段 为什么有这一段 这一段它变换的句这几个字 就是如果是我们从第一大愿 理尽诸佛 理尽诸佛里面怎么讲 如是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我此 礼拜 无有穷尽 第二大愿是战佛 我此赞叹 无有穷尽 第三呢 广修供养 我此供养 我有穷尽 第四是忏悔业障 我此忏悔 无有穷尽 第五呢 随喜 我此随喜 无有穷尽 念念相须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劳 疲艳 为什么这样讲 它是一种表现的方法 佛经里面就有一种表现的方法 这种表现的方法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么表现的方法 逻辑 logic 的表现方法 logic 在佛法里面叫英明学 它是一种logic 的表现方法 逻辑的表现方法 我们的表现方法是四种比喻无尽的方法 每一句都是有英明三字的表现方法去做的 我先把文字里面再讲出来 如是虚空皆尽 众生皆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我忏乃尽 这个是忏悔这一方面 如果是从随喜 我随喜乃尽 而虚空皆尽 乃至烦恼 吾有禁锢 我此忏悔 吾有崇敬 如果是第五大愿 我此随喜 吾有崇敬 念念相须 吾有间断 身与意 吾有疲厌 这个是逻辑的三段论法 syllogism logical argument that applies deductive reasoning to arrive at a conclusion 所以佛经里面都是逻辑的presentation 我们再讲一次 逻辑是用三种逻辑的方法 一个是大前提 小前提 断案 把这个比喻 大前提是金属是可以传电的 小前提 铜是金属 断案 所以铜是可以传电的 这个是logical reasoning 如果是我们用虚空皆尽来表现 大前提是虚空皆尽 我忏乃尽 而虚空皆无有尽固 这个小前提 所以我此猜悔 我此随喜 我此礼拜 我此广修 都没有求尽 这个也是佛法的英明学 是中阴优三四论论法一模一样 一名水论理学 因就是推理的根据 有没有推理的根据 就是因 因就是推理根据 所以可以显明这个理论 显明了这个学问 显明了一个记事 举出理由 论证的 就是伦理学 所以现在每一个大愿里面 都有个logical reasoning 就告诉就是这样 我这个赞叹 我这个大愿 无有穷尽 一点一点的 永远没有穷尽 穷尽永远都是这样 永远都是这样的 好 今天就讲道解理